天气越来越热 也接近了西瓜的产季了 花莲的西瓜产量居全台之冠 今年风调雨顺 光是玉里 就预计能够收成66万颗的西瓜 而且每颗都硕大饱满 重达30台金 但是瓜农们还是相当的忧虑 因为再不到一个月就能够采收了 但是大盘商还是没有下单 担心疫情会影响到买气 这里是花莲专门种植玉里大西瓜的地方 在修夺卵西河床上一起做的西瓜 就广达300公顷 平均每公顷可以生产2000多颗的西瓜 等于总产量有66万颗 以往九成都靠盘商来收购 但现在却找不到人 受到疫情的影响其实蛮严重的 因为正常来说盘商大概在 最晚应该在两个礼拜前也会来 正常的话大概一个月前会先来 大概来看一下这样 然后大概说要去需要多少量 然后今年到现在两个礼拜了 还没有就是打电话也都不接啦 也没有来看这样 有在地乡亲力挺主动发起认购 希望能够帮助农民一点忙 当地的农民也想出奇招 推出买瓜送米的活动来增加民众购买的医院 让瓜农们的心血不会白费 我们玉西地区这边产的最优质 品质最好的稻米 然后我们会配合我们的西瓜 如果你宅配一颗西瓜的话 我们会送一个300克的我们的玉西米 玉西农会表示今年暖冬 西瓜品质相当好 但是受到疫情影响 没有盘商来收购 想去外地销售 又受限活动不能聚集人潮 所以每年在土城区的促销活动都取消 现在只能辅导农民朝着宅配方式来行销 加码举办买瓜送米的活动 希望能够在这波产业寒冬当中 帮瓜农渡过难关 记者高双双预理采访报道